歡迎打開羅比頻道 今天的主角是 我大概在半年前 跟朋友聊到 凱特布蘭奇的表演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到 他在柏林看了一個 凱特布蘭奇 跟德國的藝術家 Julian Roosevelt 合作的一個展覽 表演非常厲害 整體來說 又非常的有意思 又有趣 聽他講完 我就非常的想要 看到那個展覽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大概聽說了這一個東西 沒有想到可以在台灣的電影院 看到這個演出 Manifesto 真的要感謝台灣最棒的片商 引進這部片 雖然不能以他最原始的展覽方式 欣賞到他 但是可以在電影院裡面 看著95分鐘的這部電影 還是令人非常的興奮的 有演過 因為愛你 藍色茉莉 奧斯卡影后 凱特布蘭奇 Cat Branch 藝人分是12角 表演12段獨白 而每一段獨白 都是關於當代藝術的一個宣言 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這個藝術家 挑可德布蘭奇來演這個東西 真的是挑很對 他真的非常的適合 扮演這些角色說 說出那些宣言的方式 都是非常有設計感 這些片段都需要非常精準的表演能力 才辦得到 這也是在這部電影當中 他做得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每一段的表演都非常的精準 恰當 因為每一個獨白的場景 都有一種被設計過的違和感在 不是單純的說出這些宣言 而是每一個段落 你都可以感受到 他荒謬的趣味 這些宣言看起來 一個個都異正延遲 但他其實都給人一種 裝腔做事的感覺 從葬禮上的道詞 到餐前的禱告 暴躁的流浪漢 到跋扈的編武家 《宣言十三》裡面的 每一個戲劇情境都很簡單 你可以很單純的欣賞影后的演技 或者是可以深入的去探討 每一段宣言彼此之間的關係 或者是這些宣言的內容 跟你畫面上所看到發生的事情 產生的矛盾 整體看完之後 的確會讓人感到所謂的眾生喧嘩 除了每一個宣言之間彼此的抵消之外 我自己有一種感覺是 每一個人都在說 每一個人都在講話 每一個人都有話語權 但是沒有人在聽 於是就沒有交流 沒有對話 沒有共識 沒有人在乎 等到這些聲音都消散之後 就只剩下開場的那片荒涼的風景了 這是一個相當有趣的觀影經驗 也是一個相當有趣的影像實驗 原本這個展覽是由每一個獨立的螢幕 去呈現一個獨立的畫面 獨立的片段 每一個宣言 每一個獨白 都有一個自己的地方 於是進去的人 你可以自由的走來走去 你可以決定你要走到哪一塊螢幕前面 去聽他的宣言 去看這一段畫面 他跟我們現在看到的這95分鐘的電影 一定是很不一樣的 希望哪一天我也可以真的看到這個展覽 然後說不定我就會有更多不同的感受 這部電影不能評價 它是一部相當有趣的實驗電影 如果你對這部電影有興趣的話 我們就去看吧 但是如果你是念藝術相關科系的學生的話 我必須要警告你 在進去欣賞之前 必須要做好相當的心理準備 因為看完之後 你一定會對什麼是藝術有更多的疑問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喜歡的話請幫我按讚還有分享 並且找到你的訂閱鈕 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在第一時間之內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的話 請別忘了在訂閱之後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是想法 想要跟我分享的話 也別忘了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喜歡的電影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